云林土库有一间卖二手书的Gamma Dam 隐身在市场的厢弄里 从台北来的黄小姐 原本只是想把房子当作公民记者培训的作业场所 两年前成立书店后 成了当地邻里交流感情的好去处 云林土库市场边一间不大的透天座 里面摆满许多简实回来的植物 成了一个绿意盎然的小世界 是能一本一本的书摆在书架上 小小的空间却能带给人一股温馨感 这间房子是要做公民记者的聚会所 因为我之前就是差不多 每个月会来一招 就办移动编辑室 因为家里如果要说要带公民记者 你要跟他陪伴 要很长时间去酝酿 因为大部分都是素人 做好運就找到这间 在菜市场里面 最近我又给他给他的名字 就是找的甘马店 两年前黄淑林就是爱上土库镇的人文风情 加上喜爱看书 因此从台北南漂 成立这间书店 除了卖二手书借书之外 还有导览公民记者培训等服务 书店就像主人一样 充满有关度的故事 因为淑林是一个让人很可以放松的人 跟他就是应该是很陌生 可是发觉跟他谈话以后 因为没有压力 然后有些东西就很容易释怀 对 所以就变成喜欢了 这边变成是 本来应该是学员跟楼主的关系 后来就变成朋友关系 一年买50本桌 那个感觉是说 土库根本就没需要这间菜店 但是他们很感觉我 为什么土库的老街顶头 在菜池底 有一个台北人 他轻买在这里 买这间厨 跟他家庭站起来 常常我去问他 他说 你书要做的是什么 所以他会给他开 他说我这是做形象的人 他说你败的不是钱 黄淑林希望把这里 打造成家的感觉 大家可以坐下来 一起讨论书的内容 或交流家乡事 让来到这里的人 都能感受到土库镇 最迷人的温情